近距离观看绚丽缤纷的烟火 客人忍不住发出惊喜的叫声 这里是基隆最高的咖啡厅 白天可以环景俯瞰基隆港 东西两岸的美丽山海景色 也可以远眺基隆山九份的夜景 更可以在基隆市办理大型活动时 近距离观赏到美丽的烟火施放 咖啡厅老板蔡德峰和老板娘潘淑慧 当初会选在这里开咖啡厅 就是喜欢这里迷人又美丽的窗外景致 第一次他带我来看这个景色的时候 就爱上这边了 想说好我们就一起开 也没有什么讨论 就说好看到景色很美啊 看到这个 每天天空都不一样 每天的景都会不一样 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景观 可以带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来这边欣赏我们基隆的美 在这边你真的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建设 还有我们的一些国际观望游轮进来的时候 也会为我们基隆增添了相当多的光彩 不只外面风景好看 咖啡厅内部的装潢布置 同样让人感受到温馨 宁静和雅致 点上一杯有将近20年 手冲咖啡达人老板娘的招牌咖啡 或是现做精致新鲜的餐点 和好友或家人相聚聊天 同样回味无穷 很多人问我们说 你们这个找谁装潢设计 我说没有 这个是我跟太太两个人吵架吵出来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意见相左 那大家去做一个平衡 就会取得一个共识 所以我们就是很随性的 去装潢这家店 那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我跟太太两个我们都觉得很满意 虽然我们不是设计的领域的专业人员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平时的去设计这家店 那就是我们也感到很开心 我们基本上我太太从以前她做这个餐饮业 我们讲究是食材的新鲜度 还有我们的给客人 你要给客人吃好的东西 新鲜的东西 这样子我们也才对得起我们做这个事业的一个初衷 咖啡厅虽然不大 最多只能够容纳20个人左右 却被老板的好朋友 机动市议员张耿辉胜赞 这里可以说是机动市区内绝佳的观景秘境 和高品质的喝咖啡及用餐地点 确实的话也是位于我们市中心 然后位于我们刚好周遭的四个景点 多个看到五四个我们所有金融市 包括新北市的包括我们的101 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这边的食材让我感觉到 他们夫妻娘的食材 非常的用最优质的一些材料 来做给我们来这边消费的客户来享用 我想非常棒 开店已经五年左右 一般人不知道这间咖啡厅 是因为对外没有打广告 这里又采行VIP会员制 必须先预约 因为老板希望可以让客人 在这里享受最好的喝咖啡和用餐时光 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咖啡馆并不是 像一般的咖啡馆就开在大马路旁边 那可能没什么过路客 那再第二个就是说 我希望我这边的环境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有控管有预约来给我的这些会员 朋友好朋友们 他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这就是我们要给它改成 这个会员制的一个原因 咖啡厅位在基隆最高大楼的25楼 又采取会员制 隐秘宁静又可以观赏基隆市港 日夜不同的美景和夕阳 情侣更是会约来看高空夜景 如果您想来喝杯好咖啡 享受好吃的餐点 感受一下基隆市区内绝佳的观景秘境 欢迎您先预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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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k